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直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法律辅助来帮忙 弱势族群没烦恼 好 各位晚安 欢迎再度收听 今天晚上的主题单元 法律你和我 我是天愚 好 说到弱势族群没烦恼 有一种弱势族群 可以说是弱势中的弱势 因为他们可能连烦恼的定义 都没有办法正确地说出来 但是在犯罪的当下 或者是犯罪以后 却会造成整个社会哗然 那到底罪至不至死呢 或者是该不该死呢 有很多种声音 但是大部分的人 不会觉得他们是弱势 他们到底是不是弱势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精神障碍者的行事人权 如果您是晚君的话 我们广大的晚君朋友们 我们广大的网友们 现在先不要义愤填膺 血脉喷张 这个先冷静下来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制测国际法律事务所的职业律师 同时也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辅助律师 哇 他的专长很多 我那个吞一口口水再开始念 这个除了司法心理 精神医学之外 同时也是刑案辩护 法律翻译 智慧财产 国际争议的专家律师 好 他是黄志豪 黄律师 哈喽 黄律师您好 天宇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有这么多专长 会不会有时候精神错乱 其实应该不会 应该说法律案件的压力 让其他的专长变得非常有必要 嗯 好 需要这个很多技能来傍身 防身是不是 或者说减轻我们办理这些案件的精神压力 哦 这样子就能够理解了 所以常常要喝一点葡萄酒 哈哈 也是葡萄酒讲师 是 是 是 还是瑜伽师 是 哇 所以这个喝酒 品酒跟做瑜伽 都可以暂时脱离硬邦邦的 甚至是非常吊诡的 司法跟精神医学的榜符 是不是 确实如此 因为很多时候 就像大家所理解的 法律跟精神医学 很多是比较理性层面的一个论断方式 那么瑜伽跟葡萄酒 它共通的特色是 你需要用到比较多的感官 感性的方式 去理解这两个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手段 好 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人前天还在做瑜伽 做完瑜伽之后 拿起高脚杯来 透明高脚杯 品酒 然后第二天去出庭 提到精神障碍者的刑事人权 现在普遍的 台湾躲藏在 网络或者是电脑萤幕后面的 广大的 不知名的群众们 都会觉得 他们有什么人权 那我想先请黄律师来 开宗明一点一下 人权是生而为人 在司法上就有的 对不对 是 我想听于您讲的 非常的正确 也非常的容易懂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 把我们这个国家 跟其他的 比较不民主 或者不法治的国家 区分开来的 最大的标准 就是人权 嗯 好 就您刚刚所说的 其实人权就是 生而为人 在每一个层面 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而且享有的权利 所以其实并不难懂 并不难懂 可是为什么 当一个人犯了罪 然后而且是犯下那种 不可思议罪行的时候 引起社会恐慌 他在震惊 在捷运上杀人 天哪 这个有一段日子 这个是进了捷运车厢 每个人都会开始 你看我我看你 稍微有个动作 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那他拿个计算机 都会被当成这个 震结第二 然后下一战一到 他夺门而逃 是 差点暴动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 当我们社会大众 都有理性来听 生而为人 就应该有人权 但是一旦他犯下 令人 令群众恐慌的罪洗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每个人一颗石头 丢死他 对 这是很 那个难以平衡的一个点 所以要来解释说 精神障碍者的形式人权 我想人权容易懂 可是精神障碍 就很难懂了 是 那其实天宇 您刚刚在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也很 帮我们开宗民意的 点出了一个重点是 如果说人权是 每一个公民 都应该享有的 一个基本权利的话 那么作为国家所认可的 公民族群里面的一份子 显然精神障碍者 他也是需要这些人权的 或者我们进一步讲 更因为他是弱势 很多时候 他没有办法关怀 或照顾到自己权益的时候 因此需要有人出来 帮他们去照顾 或者去想一想 到底政府或者一个制度 有没有在有意无意间 剥夺了他本来应该享有的权利 为什么会特别 这个把他们标示出来 那因为现在在台湾 语情里面最不能够理解的是 他跟你我一样都是人 都是公民 一般人犯了杀人罪 那就是这个论罪来良行 可是为什么 他犯的是让人不可思议的罪行 因为他杀了比较多的人 他用比较不可思议的方式杀人 所以他就可以跟精神障碍做连结 难道他是人我不是人吗 其实我想您提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或许您也帮很多的网路上的朋友 心中的疑问都问了出来 那我想先解释一个点 应该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在真正认真负责的刑事辩护律师的内心 我们常有一句话讲 我们的被告是没有脸的人 并不是说他真的没有脸或者不是一个人 而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给每一个案件的每一个被告提供的所有的法律上的辅助 它的标准是一样的 所以对刑事律师来说 不管你今天是一个很简单的案件 或者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案件 或者是非常可怜的案件 例如说我举个例子 这几天发生了一件算是悲剧 也就是脑麻儿的爸爸 这个父亲疑似被控去亲手去杀死他的脑麻儿这件事情 那这个还没有当然还没有确定 所以我们没法去评论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 不管大家的心里对这个案件的感觉是什么 做一个律师都有义务 要让这个案件的被告得到他法律上应该有的权利 这就是人权的基础 所以即使在他还没有被鉴定 是不是有精神障碍之前 其实他犯下了这个罪无可观的任何罪行 他的人权不会因此而消灭 我想对于有理性的或者说禁责的律师来讲 应该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没有错 所以肯为这个杀人犯 或者是实指所指 万众瞩目的这个犯罪人辩护的律师 大概都要有一点勇气 你们才是真的要戴口罩的人 可以这样说 不过我想应该这样讲 就是可能我们之间很多的律师在接这些案件的时候 所存的也就是一个 我们在尽我们身为律师的义务的一个心态 因为基本上刑案的辩护并不容易 当然其他领域的律师也不一定容易 但是在这个领域就像天宇您刚刚提到的 往往需要多一分的勇气 跟多一点点的信念 因为我们常常需要遭受比较多的误解也好 质疑 质疑也好 或者打击也好 那一个不小心很容易就开始自己也质疑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帮坏人辩护 其实跟着一起骂 你会发现跟着潮水走比较容易 是 这个大家都在骂词叉的时候 大家都在消辞的时候 你跟着一起消辞就对了 对 或者是大家都在捧某人的时候 你跟着一起按赞就对了 是 你要走反方向 真的需要勇气 需要点勇气 所以我自己也开玩笑说 我们这一群人基本上可能有轻微的反社会人 好啦 总要有人告诉这些 这个往同一个方向的人 其实有另外一个选择 而且呢 并不一定是较多人的选择就是正确的 对 我想这是我们想传达的一个讯息 那么其实还有第二个层次的讯息是 其实网友或者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这些律师 连社会都认为有罪的人 都愿意依照刑事程序跟正义 来提供给他应有的权利 那么当一般的民众受到了刑事程序的追溯的时候 这些律师是不是一样 或者更愿意为你做这些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想一想其实在台湾早些年 司法官年还不是这么普及的时候 即使是现在有很多这个调诡的错误的 或者是一窝蜂这个仇视罪犯 其实民众会觉得说他就犯罪了 那他即使犯罪 他也必须接受公平的审判 或者是公平的检验 公平的辩护 那当然这个检验就是包括了 他是不是精神上有了障碍 所以他才会犯下这样的罪 可是一般的社会大众会觉得 什么精神障碍 你根本就是借口 所以 来 这个黄律师身为正洁的辩护律师 那烟头案也有所参与吗 对不对 烟头案的部分我没有 但主要是正洁的部分 那其实我很常经手跟精神障碍相关的案件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美国受的大学教育 那在美国念书的过程里面 我所选择的主修专业 正好是心理学里面的临床心理学 跟所谓的异常心理学 也就是往比较具备了精神障碍的问题的方向去做研究 那加上我也在 那时候在纽约的精神病院去实习 那所以说后来对于这些的议题 有相对比较多一点的知识跟经验 会不会跟这个精神障碍者 尤其是犯罪者相处 我们说嫌疑人相处久了之后 开始怀疑 也许他们才是正常的 是我不正常的 其实偶尔会 偶尔会 其实我后来的心态 这当然是题外话 但是跟这些人的相处 其实他反而不会像我们跟一般的人在相处 需要提防或设想那么多东西 所以有时候他们的世界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异想世界 也不为过 他们的想法其实跟一般人不一样 而且很多时候是 从观点来看是很有趣的 当然有些是比较 指责同情的 但是基本上来讲 他们是需要被理解 被照顾的一群 这是肯定的 被理解 被照顾 那么在这个刑法里面 对于精神障碍的界定 其实在访谈之前 天宇花了一点时间 跟王律师稍微讨论一下 台湾的司法在精神障碍的把关上面 真的还蛮宽松的 可是还是有一定的门槛 目前的这个刑法是怎么规定的呢 是 其实这要从以前 这个我们可能从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 这个刑法其实很旧了 从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的法律上 对于所谓的这个 犯下某种的行为 能不能够减免他的刑罚 那个时候的标准叫做 心神丧失 或者精神浩弱 那心神丧失 其实用白话讲 就是以前的讲法说 你到底是不是疯了吗 你到底是不是失去理性了吗 这样的讲法 那精神浩弱就是 你是不是已经 就是没有疯 但是比那个状态要更轻微一点 但是也没办法正常 function的一个状况 但问题是 在这么久的标准底下 这两个名词在法院 每一个法庭 每一个法官 或者每一个案件里面 可能都被诠释出不同的结果 以至于到了近代 其实后来呢 大家觉得 这个不能这样下去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什么是心神上市 什么是精神浩弱 那你找心理学家 你找精神科医师 也讲不出了 所以然来 所以后来 我们的法律 把它在刑法十九条里面 改成了 就是精神障碍 或心智缺陷的存在 那么这个精神障碍 或心智缺陷呢 导致这个人因此 没办法去辨识 他行为违法性的程度 听起来有点饶舌 但坦白讲 就是说 如果你身上被证明 第一个 你有心 精神的障碍 或心智的缺陷 而且第二个 因为这样的缺陷 而导致你呢 不知道自己做的是 不被法律接受的事情 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基本上国家就认为说 既然你都不知道 自己做的是错的 那生病的理由 也不在你啊 所以我应该要 在现代的刑法评价上 给你减除 减轻 或者是完全免除 你的刑责 是 对 他是这样的思维 一头野兽之所以咬人 可能是他的天性 那也可能是因为 他真的是恶风了 那所以呢 恶或者是他的天性 并不是他的错 但是你也不能就这样 放他出去啊 所以大部分的民众 就会觉得 那不让他死 那还得了 难道要我们 这个纳税人 养他一辈子 或者是就 无罪或是 那不就 这个一颗炸弹 埋在那里 而且他曾经 犯下那么惊恐的 那么让大家 害怕的 这个 引起了恐慌的 这样的一个大案件 所以怎么可以 放他回社会呢 其实这里还牵涉到 我们的司法 其实没有完整的制度 比如说他必须 接受后续的强制治疗 或者是社区照护 甚至他的家人 都应该来上课 是 我们再回过头来 以正结的状况来说好了 现在在刑法上 为正结这一类 可能涉及 刚刚您讲的丧失 因为心智的关系 心智有所缺损缺陷 而丧失了 他的行为辨识能力 那这个在刑法上面 会有严格的检视标准 或者是后续的安排吗 我要先讲 刚刚听于您的理解 其实相当的正确 就是说 现行的司法 其实比较多的一个 我们认为比较有问题的点在于 很多时候 当检察官起诉之后 案件在法庭里面 经过审理跟辩论之后 判了刑之后呢 其实大家就不管了 所谓的不管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进了监狱 或者是假设 他有精神的障碍 或精神的疾病 需不需要接受 后续的矫正或者治疗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牵涉到 您刚刚问的 也是帮广大的网友 或者是民众问的 那他能不能再回来社会呢 这个问题 那其实在我们的观点来讲 我的观点指的 不管从法律上的教化 矫正 或者精神医学 或心理学上 所谓的这个矫质的可能性 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 除非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生理问题 否则基本上 应该是有一套机制 去照顾这样的人 那通常在我们的法律里面 确实有规定 这个规定叫所谓的强制治疗 那在我们的精神卫生法 也有针对类似的情况 有强制治疗 强制处域 或者安置 以及社区的 安置跟处域的机制 我们其实都有 但问题是很可惜的 理论跟实物之间 往往差了那么一道鸿沟 我们在这些法律 有规定的情况之下 或许因为这些执行层面 第一个我必须要讲 这种执行层面的东西 它的效果未必 能够是立即看得到的 其实我想天余 你应该可以了解 我们都说在教育的时候 教导一个正常人 一个正常小孩 况且是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你要教他要教很久 是 更何况如果你今天 面对的是一个 已经被诊断为有精神障碍 或者有心智缺陷的一个 行为偏差人的时候 你要让他知道 第一个 他真的觉得自己有问题 光这一点就要做很久 要有病逝感 非常好 我们在专业上叫做 要有病逝感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生病 你如何愿意打开心房 那有了病逝感之后呢 我们才能寻求 改变现状的动机 开始跟他谈说 怎么样的治疗 怎么样的角质 怎么样的用药 搭配怎么样的资商 对你是比较好的 同时第三个阶段是 那你的支持团体 跟支持系统也要进来 因为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不断地去歧视 或者是排挤 一个这样的行为 偏差人的时候 就算你有天大的能耐 是神医在世 你也没有办法去 医治其他人 对他的歧视 所造成的伤害 还有压力 那个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大家都跟他说 你知道吗 他会 他发疯说 会拿菜刀 或者是 不要接近他 或者是 他会杀人 他曾经伤害过人 那曾经放火过 其实那个谣言的力量 很可怕 非常可怕 那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常以为说 真正的虐待 是身体上的 或者是这些 所谓肢体上 或者是有形的伤害 其实我认为 在家庭里面 在婚姻里面 跟在社区里面 常常都会有 无形的虐待 或伤害出现 就是天宇您刚刚提到的 意识形态上的歧视 言语或行为上的歧视 好 可是我想 大部分的民众之所以 对于刑事案件里面 以精神鉴定 来减免刑期 或者是 甚至无罪释放 那不管是减刑也好 或者是无罪也好 其实大部分都觉得 那难道 他不该为他所做的错事 负责吗 难道杀人不应该偿命吗 难道被杀的人 就没有人权吗 难道活该被他伤害吗 所以那怎么办呢 这四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好的问题 那在我们 做刑事辩护律师来讲 我们一直非常渴望的是 可以跟 有这些问题的人 坐下来 好好地讨论这个内容 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 您可以问这些问题 我其实非常开心 第一个 我从后面的问题回答起好了 受害者有没有人权 当然有 当然应该要有 但是 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体制之下 我要讲的是说 受害者的人权 我们只 因为我们必须了解一个 现实的状况是 事件的发生 在当时 所以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其实从事后的观点 恐怕在现代的社会 只能够透过法律的程序 去取回 或者去填补 你当初所受的损害 那在这里面呢 如果你所受的损害 是跟个人的身心状态 有关的话 在民事上的部分 你可以走民事的程序 去对他求偿 但如果是刑事的部分 你就身为一个受害人 或者一个受害人的家属 在法律上 你可能就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选择 我要自己找律师 去追溯这个 当时加害我的这个对象 这种行为 我们在刑事程序上 叫自诉 相对于此就是 我要请国家帮忙 请国家去追溯这个 让他最有应得 让他最有应得 那这个程序叫公诉 现在的刑事程序 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方向 在立法政策上 我们鼓励进行公诉的理由 在于我想您一点很清楚 可以想象到 国家的公权力 显然他能够动用的资源 远远的大过一般的 寻常的人他的资源 例如一般的人找律师 可能很不容易去找 侦探调查员 见识专家 刑警调查局或献兵 来帮你做犯罪现场的重建 搜证 见识 乃至于证据的搜集 不容易的 但是透过国家的手 你有办法 去请假官 帮你做这些事情 这是为什么 在刑事作用制度底下 我说被害者有没有人权 当然有 但是现在的制度上来讲 并不是没有保障的 问题就在于保障的够不够 或者做的好不好 这件事情 那这一点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待会可以讨论 保障的够不够 做的好不好 我想现在很多 听众朋友大概 已经在那边睡睡觉 就是做的不够好 你看那个精神病 怎么可以发出来 神经病要关他一辈子 要不然最好 让他死十次 枪毙他十次都还不够 而且你看郑姐一次 那死了四个人 伤害那么多人 引起那么大的恐慌 难道他不该死吗 很多这个民众 那个热血喷张 都是他 或者是这个婉君觉得 让他死个一百次 这个千到万寡都不够 所以真的要回到 人权的理性 我想面对这些滔滔洪水 每个人一口口水 就可以把律师淹死了 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可是天宇 我也想跟您报告或解释的一点是说 我们都了解 其实这个社会需要有情绪的出口 面对的这些恐惧 面对的这些压力 社会都在找一个情绪的出口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身为律师 这是我们所必须要承担的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在情绪过后 我们真正想要做下来 跟社会大众沟通 不要说教育 我不敢教育 别讲 我能做的就是分享或沟通的观念是什么 是 我们如何去预防 后来这样的案例再出现 这好像不是律师该说的话 律师都会说 如何让他脱罪 如何让他免罪 如何让他判罪 如何让他赔多一点钱 或者是如何让他不用赔 那可是 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跟这个族群真的 很有关系 对 所以他其实是环环相扣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只讨论法律 对不对 没有错 那所以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您提到郑杰这个案子 那当然身为他的辩护人 我在这个案件确定之前 可能没有办法针对细节做评论 但是针对当事人本人授权同意 我去讨论的部分 我想我可以谈没有问题 但是我也很乐意针对非个案 也就是一般的部分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那么特别是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精神障碍的人 在刑案当中 他的角色特别的突出 或者他的权益 特别需要保障 翻成白话就是您刚刚讲到的问题 凭什么精神障碍者 人权比一般人要多 为什么他需要特别的保障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想一个问题就好 如果一个人生病了 你觉得他是应该治疗 还是应该处罚 我觉得治疗比较好 因为处罚他其实 他也我们说他也无能为力 他其实不见得知道自己错了 而且这次犯的是小罪 处罚了之后出去 或许 对 下次更大条 对因为他的病情 他的状况没有获得控制 那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对于精神障碍 我们在法律上很多时候要给他 至少我们要求要有一般程度的 任何被告该有的权益都要有 但除了那个之外 我们甚至认为在精神障碍者 涉入刑案的状况之下 有一些特别的程序上的保障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那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例如精神鉴定 或者心理鉴定这一块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一个程序里面 其实我必须要讲 当一个刑案涉及到精神障碍 或者疑似有精神障碍的 一个被告的时候 往往那个刑案的 瞩目程度是很高的 他的犯刑 也不会太小 对 通常对于社会的观感来讲 也是觉得非常可怕的 例如说在台湾曾经发生过 嘉义水上地方 有一个所谓的烟头案 那这个案件其实也才二审判了 还没有进三审 还没有确定 那么例如说 我当事人这个案子是在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的 大众交通系统 没有错 而且是随机的一个杀人案 例如说在日本曾经发生过 我们知道有一个15岁的青少年 他对于隔壁的一对母女犯下了 可能是同时杀害了这个母亲跟这个小婴儿 并且去侮辱这个尸体 并且把这个小婴儿绑上一个蝴蝶结 这样的犯行 或者是在欧洲像挪威 曾经有一个人 或许是因为人格精神疾患 跟偏执的政治理念 他用手榴弹跟枪 在一个小型的聚会 杀了七十几个人 这些东西 其实你光看他的犯罪的手法 或者是他的过程 或者是牵涉到了这个规模跟瞩目性 你都会发现 确实有他异于常人之处 那真的不是正常人做得出来的 恐怕不是 恐怕不是正常人所能够想象 单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去想象这样的情节 就何其的困难 这里是教育广播电台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 国立空中大学所制播的 学习在云端空大桥节目 我是主持人天瑜 好 今天的星期二 为大家进行的是 和法律辅助基金会所合作的 法律你和我主题单元 我们谈的是精神障碍者的 行事人权 下周二 还有续集哦 这集访谈因为非常的特殊 所以分为上下两集为您播出 我们下周二继续来听 法律辅助基金会辅助律师 黄志豪黄律师来谈 这个非常特别的主题 本节目是由 国立空中大学及财团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 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 法附会全国法律咨询预约专线 02-3322-6666 让法律辉来帮助您